謝謝主席,麻煩請部長 請嚴部長 然後副司令也一講 請梅副司令 各位好 部長好 事實上剛才通過那個通話 看得到的確當事人有很大的心情起伏 對於隔離中的人這是不太公平的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反對 當然這是一個電話不是視訊 所以對當事人有一定程度的保護 但是的確我覺得視訊不是一個 適當的一個 這個質詢或者是 報告的方式 不過還是要做幾點理解 因為剛才那個支隊長已經做了一個說明 我會非常嚴肅看到這個事情 我們常講防疫、視同、作戰 所以如果把這個當作戰爭來看的話 有很多很嚴肅的問題要討論 包括有沒有人不聽指揮 包括有沒有人謊報軍情 包括有沒有人不照準則 交戰準則在走 甚至交戰有沒有照著 我們要求全力來負責 等等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部長我們下的指揮命令是什麼 只要有一個人高燒就要回來 是這個指令 還是說高燒判斷完 是一般的發高燒是感冒 所以高燒沒有關係可以繼續走 請告訴我我們國防部下的指令是什麼 我們下的指令 因為當初在2月底3月初發行那段時間 對發燒是非常敏感 對 所以發燒我們就變成疑似病例 所以我們是希望只要有這個疑似病例 一定要嚴謹的看待 不是啊你現在的報告第一寫著 對 支隊官兵只要有發燒案例 即刻取消遠信任務 我們是提高這個規格 希望他們能夠評估 希望還是評估還是即刻取消 因為剛才講了支隊長扛責任喔 他說我判斷了 他應該是一般發燒 所以不用回來 有沒有那個空間 支隊長做決策的空間還是國防部 沒有 只要一個發燒就回來 我也覺得不合理啊 部長再問一次 你們給的指令是什麼 是我們希望他能夠回報 然後再做評估 所以不是你們這樣寫的啊 你們的寫法是說 支隊官兵只要有發燒案例 即取消遠信任務反國 是評估之後 再做最後的問題 所以你這樣對支隊長不公平啊 你們的報告 你們那個整個的當時的指令 或者會議紀錄 到底是怎麼寫的 是要評估之後 沒問題可以繼續 還是只要有任何人發燒 超過三年紀錄 全部帶回來 不是報告 現在問題就是回報的問題 沒有沒有我先一步步來 是 我先查清楚 給的指令是什麼 是 如果 他判斷就是一般發燒 是感冒 暈船 睡眠不足 等等 他可以繼續航行 那你當時的指令就不是這樣寫哦 說只要有發燒就全部返航 這個指令是有問題的啊 所以部長我澄清一下 是不是有給了支隊長或前線的官兵 可以判斷的空間要不要返航 我們當初的指令跟委員報 就是現在資料裡面所講的兩條 第一個就是 如果有確診就取消該國的敦訪任務 對沒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如果有發燒 我們希望他回來 希望他回來嘛 是 他可不可以 那就是要評估 那我們還是有彈性 他如果跟我們回報 我們經過專業評估一下 所以第二個問題還是回報的問題 是是是 他有沒有回報嘛 如果他覺得說 我判斷就是一般感冒 一般小發燒 隔天吃個退下就好了 是 我們會針對 我們會針對他 但他沒有回報 就沒辦法評估 對所以問題回到 因為我剛才講 先釐清指令 再來釐清有沒有回報的部分 因為這涉及到有沒有聽指揮嘛 是 根據你們昨天的記者會 跟今天早上的報告 事實上有四點啊 我整理一下 就是通報不死 不管在兩個環節 檢疫不夠周全 規劃不周 包括什麼時候可以下船 不能下船 最後在管理上 包括有沒有全程戴口罩 有不利的地方 這四個部分 最重要是前兩個 那我們一個把它釐清 就是通報不死的部分 我先問一下 部長你剛才提的 只要有發燒就要通報 這是白紙黑字 還是說判斷之後 他覺得不重要 或是不是確診 就可以不用通報 請告訴我 是怎麼規定的 規範作為是什麼 是 報告委 我們當然希望他嚴謹一些 但如果說他們有意見 這是可以討論的 那他要回報 透過評估之後 我們再下最後的決定 沒有 我們是避免事後的爭議 我先問清楚 我們是規定 只要高燒 一定要通報 還是說可以保留 疑似症狀 疑似症狀 疑似這個病例 包含了發燒在裡面 疑似症狀 沒有 你現在是疑似病例要通報 還是有發燒通招 這不一樣啊 疑似症狀 因為剛才支隊長已經說了 五個案裡面 他有報一個 四個他認為不需要報 你給他的這個空間 還是說你們當時 沒有一定要通報 那個軍事局長 你們當時那個作業要點 是怎麼寫的 報告 是 報委員 當時我們 他每天要把他的情況 要回報給我 好 情況是什麼 不要模糊的東西 你不要給這些第一線的 太多 發燒症狀 有些症狀 所以他的回報裡面 有這個欄位 說有沒有人發燒 對不對 不是判斷有沒有這種案例 是有沒有發燒或疑似喔 因為他們那個 報回來的部分 那他會有 內科的外科的還有什麼科的 然後 對 評估 你們支隊的醫療小組會判斷嘛 是 然後報給支隊長嘛 是 然後支隊長再報回去 建子部嘛 那現在問題出現了 有沒有可以 要不要報的模糊空間 還是一定要報發燒 到現在你們還是搞不清楚 他一定要報 一定要報 因為當初防疫這個是重點 對 所以只要發燒 要回報 一定要回報 沒有保留的問題 一定要回報 所以那武力他理論上 他一定要回報 沒有說他判斷是感冒 所以不用回報的問題 沒有說他判斷是感冒 那時候階段發燒 非常敏感 所以發燒一定要回報 你可以判斷說他可能是感冒 但是你怎麼樣 情況之下 你就是要回報 他是發燒 沒錯吧 他沒有回報 沒有回報 沒有回報 好 你覺得是疏忽漏報還是有在 我不要講隱瞞 就是說他覺得不需要 所以這個就是 要調查的重點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要查 因為照我剛剛的通報看 是他們的垂腱的衣冠 是一般的感冒 好 那我一個來了解一下 建子部 有沒有收到剛剛支隊長講的 就是說有一例通報 四例沒有 到底你們建子部的資料是什麼 在建子部的資料 五個發燒的 我們只收到一筆 所以是有一筆 是的 那問題是建子部怎麼判斷 建子部的判斷後續 那個那個 來來來 所以建子部是有 我跟你講 副司令 我不要講五筆 就算有一筆 建子部就要認真 看待這個時期 部長同不同意 就算只有一筆 先不管說有沒有五筆全報 就算一筆 那我請告訴我 建子部後續怎麼處理 對 包委員 這個讓我們了解一下 好嗎 因為這一段 我現在並沒有完全的掌握 所以是問題嗎 他後續的處理 我確實不了解 我必須跟委員陳述一下 這一筆是回來之後的一筆 還是之前就很早 很早報的一筆 比較早 很早的案例嘛 對對對 所以建子部後續怎麼處理 這要關鍵喔 是的 包委員我命令查 到時候會給您回覆 建子部做了哪些事 重點不在幾筆了 只要有一筆 我們料敵從寬吧 對 照理講 建子部後續的動作要有 包括後來的連檢小組 應該根據這一筆 去做必要的處理 沒錯吧 好 建子部這一筆 有沒有向所謂疫情中心做回報 報委員這我也要查清楚 還不知道 報委員因為您現在提 所提的 是一個真的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新的一個面向 所以您提的是一個重點 我們一定會追查 我們一定列列 坦白講 這個報告跟昨天記者會問完之後 我仔細再去看完之後 發現沒有回答的問題比回答的多 所以我才會一一個丟出來這些相關的問題 希望你們後續要去了解 後續還要再想查 兩個就是回報出問題了 不論是漏報了 或是指揮官司隊長認為判斷沒有必要回報了等等 你們一定要把它查清楚到底是哪個環節出錯 好不好 接下來第二關鍵出問題就是那個聯合檢疫小組 好 那我查了一下你們聯合檢疫小組是四名 是由左營軍業跟建子部的軍醫事官長組成的 沒錯吧 七名是原來在艦隊上的七名醫官 這個組成沒錯吧 這不對 你趕快給我資訊嘛 是這十一個人組成沒錯吧 各位報告您是針對磐石界嗎 沒有所有全部三艘 所有的人三艘都有 三艘都有 第一條船 第一條船有 一二三十五六七個 七位沒錯 第二艘康定兩個 康定的部分一二三四五六位 六位 好 所以總共有這麼多人對不對 是的 我先問你 他們上船之後到下船不到一個小時 他們做了什麼 法委員他們會分成不同的組別 因為 三條線嘛對不對 對 我們分成三組 他們同時登到不同的船上去 他們裡面有後勤的 有監察的 有保房的 保房 可能去看看 沒關係 我現在問幾個東西 會有不一樣的程序 有沒有一個叫做體溫量測的要求 體溫量測要求有 所以是實地現場馬上七百個全兩 我們把人員有的在空框的地方 有些人在執行 他到執行部位去實際的 到船上還下 在船上 在船上 700多粒裡面有沒有任何一粒發燒 就我們目前的紀錄 就目前的紀錄 他的溫度都正常 確定 不要到時候不要出來說 他下船之後馬上去找醫生 如果說他現在有 委員我所講的是說 經過評估 經過評估 判斷身體狀況正常 沒關係 先不想判斷 我現在只講最基本的動作 第一個 是有全船量測體溫 沒錯 有有 第二個 全船量測體溫完之後 通通正常 當下沒有發燒的 當下沒有發燒 沒錯 接下來 入境健康聲明書 我先不討論 內容有沒有談什麼秀未決市場 就講一般入境海關的 填那個東西 就是你們附件裡面寫的 請問一下 在這個聲明書裡面有提到 過去14天有沒有任何感冒咳嗽等等 有沒有任何一張寫到說 他過去14天有感冒咳嗽 或者說發燒 有沒有 報員 我可能需要 在我們請軍醫人員 主張的來去檢視 這個都已經幾天了 照理講這個資料都有了吧 報員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回答 沒有 因為這涉及到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 他們 當然要去看這個 因為這個是入境的健康聲明 所以問題出現啊 如果今天是入境 每個人都寫說沒問題 那你不能怪檢疫官啊 對不對 沒錯 如果有人寫了 而且寫的不少 十幾個人都寫說我感冒 過去兩半有咳嗽 甚至其他問題 結果檢疫官當作沒一回事 就是視若無睹啊 對 如果說他寫了 但是我們的檢疫小組來 視若無睹 沒有去看他 他就應該負責任 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 部長 這七百多張填的入境檢疫書 健康聲明書 查清楚 到底是認真寫 誠實寫 然後檢疫官沒有去做了解 還是大家都欺騙 說都說沒問題 這不一樣沒錯吧 沒錯 不一樣 好 抱歉 這個是關鍵喔 因為責任在什麼地方喔 最後問一下 這所謂的聯合檢疫小組 有沒有看過去一個月 在這個三條件上 所有的就診紀錄的資料 報委員 我們在檢疫的程序上面 有一個所謂病歷還是病死的一個 統計了 統計了之後 要這些檢疫小組的人 這是我們規定上面是有的 但如果沒有執行 或執行的不徹底 他當然有責任 沒有 失職跟失能不一樣 失職是說我今天該做沒有做 叫失職嘛 失能說我能力不夠判斷 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 我現在了解到底是失職還是失能喔 所以問問題 軍醫局現在告訴我說 過去三條件有100多少人次 100多人就診 200多個人次嘛 這些資料這些人有沒有看 148 來 軍醫局 這些聯合檢疫小組有沒有看 這我不清楚 因為我不是檢疫小組 對 所以我現在就要了解 因為這檢疫小組可能 他們有沒有被隔離啊 我問一下 這11個 包括走人軍醫院的人 有沒有隔離 有自主健康管理 他們有一些應該有自主健康管理 或者檢疫的部分 可是他們不是都上傳了嗎 他們有上傳 所以他們會被隔離 好吧 這些資料都是我的質疑 或者說我透過你們的報告 發現很多地方 都不起來的地方 我希望國防部 進行快感白資料了解 我跟委員報告 我跟委員一樣 我們非常重視聯合檢驗 我現在所看到的 就是剛剛委員問的 提問量測 當天都正常 那健康聲明書的填寫 我看到的資料也都正常 第三段就是詢問他們過去的健康史 過去什麼 那也都沒有問出 我們這次疫情感染的關鍵 所以我們後續還要列入調查 還要列入調查 部長 光是第二點 入康健康 入境健康聲明書 有問了說過去兩個禮拜 你們咳嗽發燒等等 對14天 理論上來講 那幾個過去曾經有的症狀 100多人裡面都應該有寫 對不對 報委員 他要誠實填寫 就是我們的遊客進官一樣 他也要誠實填寫 所以我才叫你們查 到底是不誠實填寫還是誠實填寫嗎 我們一定查 一定查 是的 謝謝委員提醒 謝謝委員 謝謝羅委員